大家好,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增强你的肾气 疏通你的腰胯 像腰痛啊 腰疾劳损 腰肩膀突出 还有一些人的腰酸腰胀 都可以通过他来调理 同时肾气阻了以后呢 大家睡觉睡得更踏实 失眠多梦的家人们来去坐着 这个动作呢 坐起来其实非常的舒服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呢跟着我们一起来锻炼 就是坐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找个垫子 垫在这里 也可以坐在床上 让自己坐舒服 可以散盘 好,这样去坐是散盘 也可以把你的脚呢 这样去单盘 好,单盘去坐 当然了就是说你可以双盘 就是我建议大家先散盘的去坐 好,放在这里放松 好 这个不需要大家去做什么别的动作 做好了以后放松 然后身体呢在这里做好 然后先往左边轻 好,再往前 再往从前面 再往右边 好,再慢慢的到后面回正 对吧 这个就是晃海 你也可以说到 诶,我们摇头摆尾 是不是 然后你去坐了以后呢 它的渗水是上来 对吧 它可以去心火 那肯定是可以的 那往这边这样 一 好 做完 二 好 先朝一边啊 三 好 四 好 慢慢的晃就行 五 好 你做完了 多少次 同样 在这边再一样的 往右 往前 好 往左 回来 也是做多少下 二 三 放松身体 四 看到吗 过来 来走 不要用力啊 不要用力 让你的身体呢 自己慢慢的一点点动 好 五 做平衡 做平衡 好 在你晃到过程中呢 诶,你感觉到哪样不舒服 大家可以用手呢 去敲一敲 然后感觉到 诶,屁股不舒服 那么就敲一敲屁股 对吧 你压到手 这边膝盖不舒服 那么就敲一敲 哪地方不舒服 就敲一敲 放松这样晃就可以 这个是 先做一边 另外做同样的 如果说我们可以 去在什么 先左边一次 好 回来 再来右边一次 这样也可以 未来 好 我们做这个呢 就是不需要大家去做单盘和散盘 如果你要想练双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单盘和散盘 有机会呢 再给大家录视频 我们做这个 只需要把你的腰打开 肾气提升了 像你的腰痛啊 然后呢 腰僵硬的 腰怕冷的 腰就劳损的 都可以得到缓解 而且身体足了 那你睡觉睡到也好了 然后经常上火的 心火大的 是不是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身体就好了 好 这个方法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认真地去实践 在练习的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我会为你解答 谢谢